你觉得会有人相信吗 不把你当成疯子赶出来 那都是好的 更不可能因为你的梦 官府就会老实动众地去调查 官府讲究的是证据 你拿得出来吗 就算是你运气好 官府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地相信了 若是你梦中的事情不准呢 没有异症存在呢 你想没想过后果 被当作疯子是最好的结果 怕就怕官府会给你安上 谣言获重的罪责 到时候你该怎么办呢 苏秦氏一系列的问题 问得苏巧秀哑口无言 一个不稳 竟坐在木屋上 这些问题他不是没有考虑过 只是一直都在安慰自己 他的梦是真的不会有这些问题 娘 可我真的梦到了 连续这么多日都是 我没有骗人的 娘相信你没有骗人 但是其他人呢 秀儿 秀儿 你不能因为这个梦 来拿自己做实验 可是 如果真的有呢 没有如果 娘不会让你把自己 陷入危险中 娘 别叫了 娘不会同意他 我 骗证的办法 并不是只有这一种 你不是说 爆发的时间没有几日了 等 如果到时候 疫症 真的爆发出来 同样也能验证你梦的真伪 这样 也最为稳妥 而且 你不是验证一次了吗 虽然有些地方是怼得上 但最终结果是失败 可见 你这个梦 也不尽全是真的 秀儿 娘不希望你陷入其中 却相信一个虚幻的梦境 你要知道 梦 毕竟是梦 或许只是某方面执念太深 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并不能当真的 娘 真的是这样吗 苏小秀这一刻陷入了迷茫中 娘说的没错 她大着胆子费尽心思 到了梦里的地方 却一无所获 本来她就陷入了自我怀疑中 金娘这么一说 苏小秀自己也不敢肯定了 难道真的是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这些全是自己架构出来的 我好子 我也好忍吐